利用REPT加上 LE 其实这边有个 AND AND是串接 也就是如果你先要哪个字串哪一个储存歌 你必须要加一个AND的符号 REPT的话就 repeat 然后 LEAN就是应该 LEGS 就是它几个字 如果你对这两个还入不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切到前面的工作表 REPT 这边的话有一个练习题 什么练习题呢 如果我这边销售量假设是超过100笔的话 就给一颗星 也就是说它如果是158 它还是一颗星 如果是200多那就两颗星 当然不是叫你什么 把那边复制贴 你不是说叫你贴一颗星 这边的话贴两个 那是不是贴两颗星 当然不是说叫你用这种方式 也不是用两颗星 这边的话四颗星 1234 这样的话你永远做不完工作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讲的 REPT函数 repeat函数 repeat函数该如何使用 特别注意 我发现刚刚同学选的蛮多 其实对于一些函数是陌生的 我倒有点讶异 为什么 因为说以后你到职场上面工作 所有东西都要必须要会 你才有办法快速解决 该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easell的函数放哪里 在这里 所有的函数通通在这里 所以你把第一个游标放在这里 第二个按下这个叫插入函数 它会跳出一个清单 你跟他讲说 我需要用到 我要需要的就是repeat函数 只是说repeat函数怎么找到 所以插入函数 接下来我比较建议的使用方式是 你可以选取类别 类别部分的话 请你找到文字类 我们第一个单元 文字类 OK 这个类别 他会把所有excel里面 可以让你处理文字相关的函数 都放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它点选 文字类函数 你会发现它从asc 一直到value 这些通通都是解决文字相关的问题 每一个都是答案 比如说像value能做什么 将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文字转数字 第一个asc做什么 他写这么多 不过其实重点是 把这个全形 转换成半形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里面有全形字的话 你要转半形 那就asc就好了 其中的话当然archado 他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archado在这里 archado repeat函数字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什么 依照指定的字串 就是这个字 告诉他重复的次数 要给他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test 文哪一个字 哪个字 就这个字 特别说这个信号其实就一个字 逗点 第二个参数是lumber times 要重复几次 OK 所以这个大概慢慢你要看懂这个叙述 如果你可以看懂这个叙述的话 将来 哪怕里面所有的函数 有些函数你没用过 没关系 照着做不就好 OK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按确定 找到他 确定 所以特别是插入函数 类别文字 rept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 他其实还蛮贴心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用Excel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个原因 你就填空了嘛 第一个问题 你要重复哪个字 就这个字 信号 所以你就点选这个储存格 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储存格的信号 带到这边来 有没有 这边一个信号 对要重复的信号 lumber times 意思就是说你要重复的次数 不过我是觉得以色列有比较 不友善的地方 主要是这个前面的叙述 他这个明明是可以翻译成中文 但没有翻译 而且从旧版到现在都没有翻译 你就告诉我说 白话意思说什么字 重复几次 他就是不是 他就是给一个怪怪的英文 而且这个英文还不是正统的英文 number 底线 time 这什么 有这个字吗 实际上这感觉有点像写个工程师看的 所以一般当然我会觉得蛮气切的 但一般有些会看不太懂 重复的次数根据什么 根据158 所以你点一下158 但现在的158会158颗星出来 可是我不要这么多 怎么办 100嘛 所以出多少 出100 你会发现出100之后的话 他这边就是1.58 但是如果我不要1.58的话 因为没有1.58颗星 所以怎么办 一般的习惯 是把小数点去掉 小数点怎么去掉呢 很简单 在这个公司外面包一个函数 叫int 前刮户 再一个后刮户 那什么叫int呢 顾名思义啦 int就是整数的意思 他全名叫做int int就是整数 意思说帮我把整数部分留下来 小数点一律帮我把他去除掉 所以你会发现 经过int之后的话 这边就变1 没有58了 OK 按确定 一颗星出来 当然下一个 你不是说叫你再重新 做一样的公式 其实不用了 你只要向下填满就好了 但是呢 你想说老师向下填满怪怪的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向下填满 公式呢 应该怎么变 其实应该 这个C1应该是不要变 可是B3应该 向下拉应该变成 B1的第四列 B4 可是我们看一下公式 C2 他怎么多1了 不对 他变成说下一个 B4是对的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之前 请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向下填满 这个C1的1不要变的话 请你在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只要在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他就不会自动帮你加1 因为你如果向下填满 只要是这个数字 一律会自动加1 但是这边不能加1 因为你这个加1 只到的这个是销售量 就是变B3 不对 这个要加1 这个不要加 不要加1的话呢 请你在1 就是数字 那个叫裂号 裂号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打个勾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向下填满 放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有没有 OK 所以这公式就这样子 这个 这个是这个 REPT 这个东西 加钱的符号 逗点 后面是INT B3除以100 后刮符在后刮符 向下填满就这个空点 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怎么去完成 这个做完之后 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再切到LEN MID 这个 比如说这里面几个字 用LEN 性别的话呢 取第二个字 用MID 这个也是用MID 其他还有像LEN LEN 这个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练习 练习完之后 再试着把这一道题 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完成 画面再切环给各位试试看